你蒙住我的眼睛瞬間 世界刷前幾天一片 你順利我竟是終點 KISS RADIO的所有朋友們 大家好我是維依 我發唱片了在 2008年的12月12號 發行了我的首張個人專輯 那大家看到 它是粉紅色的包裝 那是一張充滿愛的專輯 叫做愛的詩篇 那是維依大概籌備了 一年的時間 那在錄音室裡面磨 然後拍演戲的時候磨 自己在家的時候也磨 就是希望能夠達到最好 那裡面有一些歌 我自己非常喜歡 其實十首我都喜歡 那我自己比較愛的 像是最幸福的事 就是拍了一支 請到周葛泰導演拍了一支 很棒的MV 那還有愛的詩篇我也非常喜歡 因為也請到以前遺物院一些 十幾個小朋友陪我一起錄音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維音的專輯 然後也是我呢就是2009年 想要送給就是所有 送給所有人的一個禮物 大家看包裝就知道 其實它就像是個禮物 然後是用王任職來 來做整個外殼的裝飾 那忘了跟大家說 因為這次其實維音 只覺得自己很幸運 就是公司請到一些 非常厲害的老師 像是陳子虹老師 也當過新光的評審 然後也非常的厲害 我記得在給他錄音的時候 然後他還給我聽了一些 二姐唱的就是 還沒有未經修飾過的那個 那個錄音的那個叫什麼 就是錄出來的東西 錄那個歌啦 怎麼解放 就是就覺得非常的厲害 就是跟子虹老師也學到好多東西 那當然還有 新業才子阿迪亞老師 他本人長得非常的帥 害我呢錄音的時候都不敢 從玻璃窗看他 就是會害羞 那還特別請到姚千老師 還有馬松衛老師 還有親自為我寫歌的Pennie 那我覺得都 他們都很棒 然後也讓我在這一年 所被專輯之後 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才有這麼多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一定要支持 維音的小張歌三集 愛的新片